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 外资今天休兵了 但是接下来要看主力业内端大戏 外资休兵 那台积电要休息了吗 今天台积电跌倒 换中小型股吃饱了 说到了中小型股这些内资 接下来到底还有哪一些多头可用资兵 等一下请教专家 今天特地为您设计一个非常宝贵 而且非常重要的专题 为了您接下来退休金来做打算了 怎么样可以无痛存退休金 两大的绝招 让您退休之后 靠着劳保加劳退可以月领八万元 稍后专家独家思想授受 今天请到四位来宾 首先邀请到的是建成老师晚安 祝华好 大家晚安 葵国大哥晚安 祝华晚安 大家晚安 新同学邀请到邱良碧 邱副总晚安 主持人跟大家晚安 今天晚上同一时间邀请到姬夫老师晚安 祝华好 大家好 为什么说今天台股有这么一点点耐人寻味呢 昨天美国股市走跌 费半跌了超过4% 所以今天电子股 特别是台积电领跌 大盘最深一度跌了超过了150多点 这个时候开始传出了 行政院通过了所谓台版的晶片法案 所以半导体重振起股 加上了中小型股 在今天也上来了 所以中场拉了150多点今天 仅仅收在平盘之下 小跌2点 指数收在14535点 半年线还是没有功课成功 但是5日均线在今天守住了 成交量比昨天缩到了2420亿元 外资 结束了连日以来的买超 在今天卖超 卖超的幅度33.34亿元 投信也是爱带完 但是自营商今天不一样了 昨天大卖了60多亿 今天回过头来 加码了台股今天16.8亿元 三大法人总计在集中市场 卖超4.3亿元 就来问问 今天盘中媒体都在写 因为行政院今天拍板通过 所谓史上最大的投资抵减方案 又称台版晶片法案 到底内容是什么 建成老师 这对于整个的半导体族群 多大的意图呢 当然这个投资抵减的一个优惠 确实对我们国内的半导体 会有一些加分的作用 当然第一个你要有条件 要国际上的一个半导体 主要工业内的关键地位 要处于关键地位的厂商 像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或者是日月光等等 这些就有机会 当然涵盖的领域里面 包括了半导体 电动车 5G 低轨卫星 我想这是全球都要 未来发展的趋势 那为什么我们政府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要占有有力的地位 我们要鼓励大举的投资 让你做一些投资的抵减 包括了研发支出可以抵减25% 机器设备 就是营业税的部分 机器设备的部分 可以支出可以抵减5%左右 所以这个为期7年 不是说一年 明年1月1号开始 如果可以很快通过的话 7年对我们的半导体的一个 还有电动车的一个拉台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直接问 这对于半导体族群 短期当中对于航行 是个大力多吗 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版我们一直都在做 我觉得影响是长远的 不会因为这个消息面 马上在股价方面有反应 我说实在前一段时间 半导体也拉了一段了 我说你台积电 从300多块 谈到480 490 短线上会因为这个利多 而在股价马上做反应吗 我觉得不会 而且它是比较长线的 所以长期来看 对我们产业是OK的 但是股价来看 它不见得 不然的话 今天被跌名了 那么多厂商里面 基本上都是跌的 难怪 所以跟这个消息面来看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关系 但是从产业面的角度 还有政府的政策 应该是可以加分给它按个赞 好 到底这个法案对于短线当中的行情 有没有大溢柱在今天股价会说话 马上来看 今天大型的电子股台积电领跌在尾盘的时候 也仅仅缩小了跌幅 的确台积电今天中厂还是下跌了两块钱 一方面前几天也涨多了 鸿海在今天还在打这个百元的保卫战 今天就收在平盘 连八科刚刚那个法案来说 对于连八科应该是最大的受贿者 在今天也仅仅小跌了四块钱 在今天收黑 收在725块钱的价位 中华电在今天收在平盘之下 电子股在今天表现比较消沉一点 唯独光学镜头厂商 外资认为在明年 苹果应该会搭载所谓的浅望式的一个镜头 也就是折叠信头 所以今天大力光灯高一呼带动了连一光 还有今天的新巨科嘉陵华金科 今天大家在说有光的都涨 还有安控族群 金锐在今天再度转强涨停 所以带动了一片的红通通 其偶 折雇 申太 申瑞以及天月店 包括了自己的金锐 盛品今天都在涨 除了安控之外 今天中小辛苦一马当先 谁领头 生技族群 年底来到了全球在医疗非常重要的往年会了 在今天生技族群再度成为了资金的避风港 伸展 保龄附景 明基一 长盛 还有联合 我们整理了至今天 带着量上涨的个股有没有什么特色呢 齐偶 申瑞 天月店都是安控 保龄附景跟金锐 所以今天似乎带着量涨的都是在之前所谓的强势股 但是有一些强势股涨到了今天 有一些些刹车咯 怎么一回事充满有没有松动的遗虑 华兴 东哥 华邦店 南亚科以及星星 怎么一回事有一些的确涨太高了 K值已经到达了85以上 有谁呢 K值到达了85以上 到底会顿化还是小星可能会往下交叉 大力光 创意 世界 金星科 宏基 这些都提供给您做参考 台北股市今天算厉害 因为一度从大跌了150多点 拉回到了几乎平盘作收 整个的亚洲股市在今天都比较低迷 因为昨天美国四大指数都跌 日本股市跌 韩国股市跌最重 跌幅重大了1.4%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 台北股市可圈可点 但是我就要问了 今天有一些多方讯号 有一些空方讯号 到底是修正还是翻空 首先先请教建成老师 建成老师我们今天整理出来 几个多空讯号 多方讯号今天上涨的加数 远远的多于下跌的加数 下跌最后收盘只有300多家 是下跌的 融资昨天小增没有错 但是买的是反向的 类股今天轮动 有中小型股接棒 但是台积电熄火了 而且大家说 这种急涨缓跌就是空头 股会今天同跌 台币在今天也没有前几天 这么的强势 KD指标在高档向下 修正还是翻空 我想应该还是修正而已 还是修正 没有还没到翻空 第一个我想 空方讯号里面 原本这就是空头的反弹 大家都可以认识 这叫反弹不是回升 所以急涨缓跌本来就是一个特色 所以不能说短线量涨那么多之后 我看到这个现象 我就做到空头了 应该不是这样 那台积电就算熄火 也没有跌很多 还在这边 还算强了 那会市的部分 虽然扁 但是幅度有没有很大 没有 4.3分 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台币到年底 这段时间应该还是相对强势 所以我觉得空方讯号 还不代表说 要正式来做一个翻空 而且很重要 今天大辛苦休息 小辛苦在涨 这就好啊 就没有事情 而且涨的加速比跌的加速多很多 这代表说 整个多头的气势 还有力道上是存在的 而且很重要 OTC呢 今天就比较强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不要说每天都拉台积电嘛 拉机盘不好 这个大家一起分享 把资金散出去呢 这个多头力道就会比较大一点 好那等一下要看看 这个内值多头还有哪一些可用之逼 我们投票了 现在修正有了一票 葵国老师 您认为修正还翻空呢 好我想从技术面来解释 我们不预设任何立场 所谓翻空跟修正 它从KD跟MAC的表达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在讲说技术指标 短期来看 那如果K大于低 缺口向上 这就是走多的格局 那如果K小于低 它即使在80以上 就是90向下摘 不跌破80 它还是属于多方的格局 但是如果跌破80 这叫回档修正 那中线指标MAC是决定 所谓修正跟翻空的最关键 如果今天柱状体是正值 那它处于买方市场 这个还是属于任何拉回 都属于修正 但是柱状体如果是转负 就由正翻负 那它就转变成卖方市场 这个时候我们称为翻空 因此不论就短线指标 跟中线指标 只有一个叫翻空 就是柱状体转负 卖方市场由买方市场 总为卖方市场 这个我们叫翻空 所以目前来看 还是一个修正格局 太好了 如果现在是修正格局 哪一些族群修正的过程当中 有机会成为人气的焦点 如果一旦翻为翻空的格局 要怎么操作 在今天葵谷老师要开课了 今天新同学请到了邱副总 副总您觉得呢 这些修正还是翻空呢 以目前我的动能指标来看 其实从10月24号 整个daily的动能来看 其实是越过了所谓的20天的动能的指标 所以开始翻身 但是到了今天 其实动能已经 daily的动能已经有开始转弱 转弱 转弱 那原则上应该是乖离过大 讲太多了 所以原则上 但是20天的动能又很尴尬 刚好碰到了一个多空的一个分界点 所以我再从5天的一个 我们讲machine learning去看 那原则上应该是处于盘整 盘整 应该是处于会在盘 在这里面去看 整个量的动能 有没有跟着上来 但还不至于翻空 其实我在做投资 我只做now casting 我不太做forecasting 我只做即时的预估 我很少去做很久的预估 所以原则上我是rolling 去看这件事情 是好 副总我介绍一下背景 他可是我们台湾 第一任在私校退辅基金 创始的投资顾问 所以今天要分享很多 到底你退休之后 这劳退要怎么领 可以集大化 所以我们似乎又获得了第三票 仅仅只是修正 最后基辅老师 你认为修正还是翻空呢 怎么办 我看法跟大家又有点不一样 我比较悲观一点点 为什么这么讲 我还是蛮注重基本面的看法 大家也知道 最近这几天美光已经修正了 他未来的对市场的看法 他都告诉你说 他库存要调整好一段时间 如果以这个逻辑来推算的话 半导体业至少 我觉得到明年第一季 甚至第二季都还不会好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知道半导体业是台湾股市重点 所以在基本上不好的情况下 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可能会比较偏弱的走势 那第二个就是说前几天不是出现了三千亿的量吗 你要想想看 如果要继续往上涨 一定要有足够的量去支撑他 那你觉得现在的情况 可以维持到两千五到三千亿的量 这样一直维持下去吗 我不这么认为 所以我觉得那个三千亿的量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要准备套劳一段时间 好 有正有反的意见非常好 所以我们今天两个半小时的节目当中 就要来告诉你 如果是修正的格局怎么操作 如果一旦出现了翻空的讯号 你要怎么办 今天第一段 我们就先来看看台积电在今天休息 因为外资休息了 但是台积电跌倒 中小谷吃饱 内资如果接下来将会上大戏 多头还有哪些可用之兵 建成老师 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说台积电跌倒 来给我一张台积电的K线 台积电在今天的走势 尾盘拉起来 那条线 像今天几乎是收在盘中相对的高点 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今天台积电有没有败向 我觉得还没有 而且今天只有跌两块钱 拉了一个长下影线 基本上来看的话 那么多的缺口 这个要补还早的 而且五日均线在这里 这一波往上涨 五日线都没有去跌破 而且今天半年线来看的话 这个也没有去碰触到 代表它短线还是维持着高资产整理 这缺口会不会补 补的话就完蛋了 就不要补 五日线不要破 基本上都OK 那它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填填价 让我们上车 当然未来的行情 如果说大环境不好 一定会影响 但是就于短线那一看的话 今天是量缩在整理 我觉得很好 健康 如果说大家是做短的话 五日均线不跌破的话 基本上就是没什么问题 多头就有机会再攻 但是万一跌破的话 短线上整理的时间就会拉长 OK好 今天的五日均线在467块钱 台积电线解完了没有问题 台积电线今天稍稍把斗了 那中小股吃饱 刚刚建成老师说 接下来安心修正而已 换中小型股表现 内资还有哪些多头可用之笔 我想上个礼拜我会跟大家讲 这个年底要做账 内资的资金开始火热 包括投信包括集团做账 我们讲完之后很多集团股都涨上去了 还没有完 还会继续投信还有集团做账 应该会轮流不断的做上去 但是不是它全面性的 个股在轮 另外一个既然外资没有那么空了 虽然今天卖超资金也回来了 这些主力大股东 怎么舍得走呢 当然要拼一下吧 进去衰那么久了 也要拼一下 而且为什么这样讲 最近涨的很多高价股都很强 看回不回 你觉得一般散物会去买那么高的高价股吗 所以是主力在提出着目 这些在碰 而且你看这段时间 电子的强势族群很多 它在轮动 这IP已经涨得无法无天了 半导体也很多在涨 载板 铜箔基板 像今天的光学股 安全监控 这很多都是内置的作为 并不见得出外资的动作 那传产里面基本上是集团 你看台塑集团 水泥股也在动 汽车集团 玉龙集团也在动 生技股呢 也很多有题材性就往上拉 所以我觉得这些基本上 很多在内置所主导的 所以这些内置主导的 都有机会再轮动吗 会 很有机会 当然如果说像IP股涨那么多了 没有了我不建议大家去追 风险性就比较高一点点 好 那现在可以追什么呢 我想很多还有低机企 还没有很开始发动的 我想这些强势族群呢 像这个大力光 创意 金睿 今天很多都涨停板 继续创金睿 雷虎也涨停板 保瑞啊 各产业都有 但是这些呢 很简单 他们属于强势股 对不对 五日均线一样 破的话 你就先停看 停一下 先走 强势股只要五日均线破了 就走 毫不眷恋的先走就说 对 因为毕竟我们这一波是反弹 它代表说五日均线都守不住的话 基本上这些强势族群呢 应该就会稍微弱一点点 来怎么样定义目前的强势股 我想第一个 它股价一定在上所有均线 那整理的过程当中 五日均线都守稳 所以我强调 五日均线如果破了就走 而且它在攻击的时候呢 具有高的周转率 可能周转率当地在5% 最基本的可能是10% 大家觉得过热 因为当中的人很多嘛 因为既然是所谓的强势族群 很多人就会进去 有人进有人出 周转率一定很高 而且通常都有阻力跟法人买盘 所以这些呢 基本上从技术面的角度 还有筹码的角度来看的话 假设有这种现象 基本上它是强势股 那最近呢 今天很多涨停的 涨幅很大的 基本上都包含在这产业里面 这些强势股很简单 反正破五日线 你就保守一点 是好 接下来内资 要看他们上大戏了 内资现在还有很多的题材 投信作帐 集团作帐 主力大股东饿了一整年 要拼红包行情 电子族群 这些都是主力琢磨的族群 有机会轮动 怎么样判断强势股 这四个条件具备的话 只要拉回跌破了五日均线 不要眷恋先跑再说 强势股我不敢追 哪一些最近刚刚开始发动 我可以追 我觉得有些已经发动 但是位阶点还没到那么高 我觉得还有空间的 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我想这次前三季 有赚钱或者是转亏为盈之类的 这个没有关系 龙神因为第四季传统旺季 那最近重点是投信跟外资 一起买 都一起买 都一起买 五天而已 一起买 还有一个呢 大户有没有 我抓了千张大户持股 上个礼拜开始 它是成长的 它是增加的 大户 千张大户持股是网上攀高 代表筹码是集中的 而且呢 他们千张大户的持股比率呢 没有超过七成 代表还有空间 也没有地域三成 代表说这些大户很集中 信心十足 对 信心十足 所以基本上这几档各股呢 可能还有一些空间 有赚钱 然后外资也买 千张大户 主力业内都在里头 对 最主要是空间还有 对 好 第一个 我想载版这几天在休息 前一段时间很强 我觉得指标还是看信心身上 那这个法人 外资投信都在买发 那IP股里面呢 不是金星科M31都创新高吗 联电集团的资源呢 由法人买在位接点 有比较低一点 其他传产里面 毕竟是忘记的 像散装龙的域名 亚东集团 集团作战 龙城虽然第三季 有业外来造成亏损 但是第四季是传统性忘记 然后大神钢 因为最近涅价 弹得很凶 每公吨来到三万块 每金以上 不锈钢的部分 其实他前三季赚了五点九一块 你看华星都这样涨了 你这样不锈钢的部分 他可能也有机会 所以你看法人都在买它 所以我基本上 我认为他们的基级 不是特别高 应该都还有空间 来我们一个个来看 星星星星星期那时候 在158.5块钱 股价最近算相对的高 但是来到了另外一个步段 有机会再攻上去吗 对 我们时间看长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 这条红色叫年线 对 他很早领先大盘往上攻 底型出来之后 这边跳攻 跳攻上去之后 他有没有想要去补它 没有 我就高姿态整理 让它降降 整个量也降下来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边横盘整理之后 一旦往上突破 就有机会去挑战年线 头信买了一缸之中 10月份以来天天买 还有机会再补吗 对 有机会 因为他持股比例的 各方面来看的话 应该还有加码空间 OK 所以很简单 只要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多方缺口 我不要去补掉它 基本上往年线来继续反弹 这空间是有的 OK好 那我再看一档 智元 智元在今天的股价 刚刚把半年线给站上去 比台股还要强 对 所以它一样 这些IP股涨很多了 智元当然有点比较落后一点 我不敢去追金星科 我不敢去追M31 连创意都从 涨到700块了 对不对 那智元股价比较低 底薪也出来 头薪也是在马哈 所以刚站上去 基本上它都 这一波就沿着五日均线一直往上涨 所以未来比较跌破的话 一样压力点是在这里 一样是年线 所以反弹往年线来做靠拢的空间 不管是智元也好 星星也好 甚至一些原物料股 我觉得都还有空间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档 玉民 玉民在整个航运股当中 最近是日K连红横腔 而且比大盘提早把半年线给站回来 还有空间吗 大家觉得最近涨很多 对不对 我没有让大家去追逐它 但是你看那么长的时间点里面 它有涨很多吗 没有 它只不过刚回到这个平台区域而已 我刚过关 在抵达了那么久 我刚站上去了 而且之前的外资也好 投信也好 以前都没什么买 最近都一起买 虽然BDI指数没有很强 最近有点回落 但是大家计算说明年第一季 还是有一些抢运的空间 所以基本上 因为明年礼拜五 连涨了那么多天 应该会休息一下 你不要去追它 回来 跟五日线的正乖力也比较大一点 回来再看 回来再接 刚好半年线的位置点 交叉在这边 不要跌破的话 应该都还可以做一个留意 好 刚刚名单当中最便宜的 荣承来看一下 荣承今天收16.4块钱的价位 连续三天再高档 有一点过不了 对 没有错 短线上因为涨价的题材 现在拉了一波 但是你看法轮基本上没有跑 我们时间看长一点点 基本上它股价也是在低档 OK 当然前部的 这边的压力点是存在的 所以碰到之后稍微震一下 不过这底型有没有出来 有啊 对不对 颈线 所以未来呢 如果说拉回比较深一点 这个颈线没有跌破 其实它多头价会存在 也不排除还有在往上攻 只是说 它净值还有18块19块左右 应该我没有记录到18块 现在16块多 股价净值很偏低 假设第四季有转级 因为第三季是业外亏损 转头是中国大的亏损 如果说开始有转级的话 也不排除就是往镜子来做靠拢 OK 好 太好了 刚刚那个名单 大家再回顾一下 最近有一些强势股不敢追 但是内资还在里头要端大戏 有哪一些 其实整个族群强势很久了 但是有一些个股相对的低档 还没有开始发动 这些给您做参考 不过同一时间我也要延伸出几个问题 比如说ABF载版 甚至于在PCB族群最近有些强弱分明了 怎么一回事 题材还有吗 另外滑心 前几天好热 最近稍微有一些休息了 好多族群涨到了今天 强势股有一些些的休息 怎么一回事还能够再报吗 甚至还能再追吗 休息一下 持续请教转一下 好多族群涨